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继续来推荐音源 这是我最常用的一个鼓音源 ADD Jam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有 我这个是一个全套的 可能还会有一两套漏的 大部分的我已经收集到了 可以来听听它的音色 我自己简单的写着一个小鼓的一个小片段 在你去选择它声音的时候 你可以先听听它的预制的声音 每个预制的声音它都不一样 功能还是非常强大 支持多轨导出 多通道导出 支持多管麦克风 你是有Room的麦克风 也支持Overhead的麦克风 所以它如果是你没有条件 去真实的去录鼓的话 我觉得ADD它一是资源不是那么大 大概十几个G 然后占用的CPU 内存也不会特别多 在这种综合的评价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是最好的了 当然有些朋友去用EzyDram 或者SuperDram 确实音色也不错 也挺好 但是你考虑到它动不动就几百G 对吧 你加载进去 你可能电脑一半的资源 都被它吃掉了 这就综合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用ADD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些 它的套骨也比较丰富 等于说它的扩展包也非常丰富 预制也非常丰富 这个音色挺特别 然后再换一个试试看 我们随便给大家展示一下 操作没什么好讲的 很简单 给大家看看我现在这一套 应该是全套的 应该是全套 即使有也是漏掉一两套没有收集到 大概就这么多 十几个鼓 二十个鼓 后期的话 它肯定会有更新的扩展包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已经够用了 我都用不着 常用的也就是像这种原生的鼓 原生的鼓 如果是电鼓的话 可能都会自己去用采样去做 不会去用这种音源了 它还给了我们大量的这种loop 就是MIDI 你可以直接拖到你的宿主里面 去重新简单的编辑一下 不会打鼓的朋友的福音 各种风格 它的这种外置的MIDI包 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不和Super Drammer Ezy Drammer通用 它的键位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用的 比如说Super Drammer 它的MIDI 它的这种素材 拖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改变一下坚位